欢迎收看小李说球最新消息李莹莹大福日本登城超级巨星 根据最新的日本的国内评论的说这个12号真的是太强了 把我们打得落花落水我们永远都接不着的球 他打的球都是能够跨过我们斜过我们横过我们 反正他的球我们一个都接不住简直太强了 日本这个民族只有大福他们他们才知道害怕才能佩服你 可见这个日本是怕了李莹莹这样的话中国女排能够挺进八强 乃至四强就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虽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我们这两个月的修炼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 我记得上次我们打日本的话是3比0 打巴西的话是不是3比2 但这次我们不是打日本的话是3比1 打巴西的话我记得是3比2 就他那么一股的气 但这次呢我们基本是把那股气弄过来了 首先重点表扬的是咱们的自由人王梦杰 然后其次表扬的是咱们的这个另一个主公 是吧就是王呃也姓王是吧 叫这个王云露 反正这个 包括王三王三王开泰这个确实打得非常好 只能说让他们再接再利吧 如果继续这样保持的话 我觉得未来中国女排四强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 打进四强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后面还是需要怎么着呢 能继续的打得更好一点吧 因为今天因为后面的两场比赛 没有任何大的参考价值 这个你们懂吧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后面的这两场比赛呀 他不他他已经不不进入排名了 我们已经进入小组赛了 可能排名高一点也不会 这个两个组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每组还是有八个球队 八个球队生不可能排名高 前前前前干几前八的在一个组 不可能啊 那这样的话 那前八肯定不公平了嘛 肯定是借一出击借一出击这么排吧 所以说后面的两场 打八戏有参考价值吧 但是说实话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嘛到十六强的时候 十六强估计也很快吧 估计就写个一两千分组之后 把剩下这帮人淘汰之后 进行新一轮的分组 然后开打这个下轮的比赛 我查一查这个世锦赛 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一共一共到几号就知道了 下轮的比赛什么时候打 反正明天和后天两天 就要把这个所有的比赛全部结束 试锦赛呢 也就是到后面呢 我们的十月十一号打这个四分之一 就是淘汰赛 今天是今天是三十号 那就话明天明天是十月一 那就是十天时间打这个十天要打七场比赛 估计也没有几天休息 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再接赛力 还是能更好的排不应不振吧 我说今天是十二一次的